武漢封城至今已滿一個月 2月24號 武漢當局在宣布封城解禁後 不到4個小時又發通報 稱解禁通告無效 這個招令西改的動作引發民眾的議論 2月24號上午11點30分左右 武漢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發出 關於加強進出武漢市車輛和人員管理的 第17號通告 說因保障疫情防控 城市運行、生產生活、特殊疾病治療等原因 必須出城的人員以及滯留在武漢的外地人員 可以申請出城 通告規定 出城人員應不屬於被要求隔離的人員 必須身體健康、沒有發燒、乾咳、氣喘等症狀 通告還表示 進出城通道都設有身份檢查、消毒 體溫檢測、隔離救治、防護等設備與人員 但是下午3點左右 該指揮部又發出第18號通告說 上午的第17號通告 是市指揮部下設的交通防控組 未經指揮部研究和主要領導同意發布的 現宣布該通告無效 通告還聲稱 武漢市執行習近平 關於外防輸出的指令 嚴格人員控制 嚴防疫情向外輸出 這個招令膝蓋的舉措引發外界關注 旅美時事評論員秦鵬在推特上表示 武漢今天出大事兒了 先是出臺了一個部分人員可出城通告 4小時後宣布無效 並解釋說是市指揮部下設的交通防控組 未經指揮部研究和主要領導同志同意發布的 你信嗎? 他還說 肯定不是下屬出了事故 這戒除封城公告短短的幾個小時 跟封城前公告到實際封城前還流出的 那幾個小時一樣 都是給官員權貴們留的 中共這些官員為了保證自己的這個權位 沒有哪一個官員他敢自己擅自去 發布一個什麼樣的通告 這個通告本身也絕對不是說 這個領導本身他自己拍腦袋自己就寫出來了 大陸網民也議論紛紛 有的說 湖北有多亂 數字改來改去 通知改來改去 改到了你都不知道誰在當家 也有的說 是不是地方在故意拆新領導的臺 還有的說 地方和中央有分歧了 地方的政策被中央叫停 中共內鬥的厲害 2月23號 習近平正對武漢肺炎發表講話 強調兩個重點 一是疫情嚴峻 還沒有到拐點 另一個就是要復工 恢復生產 旅美時事評論員邢天行認為 武漢市政府的招令西改 可能與中共官員的利益有關 邢天行認為 在解禁通告發布前 可能一些人已經提前得到通知 幾個小時的空檔 可能能出去的已經出去了 有網友也表示 提前通知 準備充足 三小時足夠了 走不了的這些人 這個怨恨又在誰身上呢 我們看到又把習近平那個政策抬出來了 他就會往習近平希望復工的這個政策上去貼 邢天行表示 武漢的封城 其實並不像當局所聲稱的那麼嚴密 目前 很多技術人員通過百度上面的車輛流量 包括手機 電信 數據來觀測 武漢在封城之後 仍然是有相當一部分的出入的 所以絕對不是像中共自己宣傳的 封城之後了 人員就全都被封起來 就保證了這個外界的安全 邢天行說 不管武漢當局以18號令 否定17號令的動機為何 事實上 中共想以封城達到旨意的成效 微乎其微